我恨了一位女士 高龄91岁的伊美黛 是菲律宾独裁者马可氏的遗孀 她代表了菲律宾最有权势 也最具争议的家族 她的奢华诚信也成为一个象征 像在巴黎购买购物店 和从亚洲购物购物 菲律宾被奢侈了 和英雷德的名称 1986年马可氏政权被推翻 全家逃往海外 现在的她顶着国母的头衔 不只要把儿子推向总统大位 还要重现她口中那段 菲律宾最美好的年代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大权在后 前第一夫人伊美黛 就在公共电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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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公共电视